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摊小便宜 他真的能摊到小便宜吗 还是得不偿失 今天呢 咱们就来讲一下这个话题 有很多铁子 验死我以后呢 也看过很多石头 就嫌这个贵那个啥的 而且来说呢 钱不多 就要兵种 而且来说呢 要挣兵啊 你听准这一句话 弄话都不要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弄话我们已经来说呢 很受欢迎了 他拿了那点钱呢 他又兵种 而且又挣兵 弄话都不要 弄兵都不要 你说离谱吧 稍微的高一点点的预算 直接就要高兵玻璃了 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你们怎么能敢想这种东西啊 后来吧 就感觉来说呢 这东西啊 没到挣兵啊 我不要 去听别人的 人家说 这东西啊 能到挣兵啊 你就玩吧 然后花个小价格 你拿过去 切出来 大偷啊 这东西你帮我看一下 啊到什么种了 我说啊就是个弄话 啊那边已经说高兵了 你真的是活该 我告诉你 我这个研究是这样 有啥说啥 如果你不懂货的情况下 你还贪小便宜 去人家那里拍人家的屁股 你就等着教学费告诉你 今天呢咱们还是一样 啊又实战个料子 这个料子呢 我给大哥呢 找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找那么久呢 有些东西呢 就是可一不可修 他刚好呢 给的那个价格呢 就恰在那里 有时候呢 比他高一点点的 我又不想推荐 有些呢 没到那个品质 我又不想推荐 所以呢 一直拖到现在 刚好今天这料子呢 很适合他 包括他的价格 咱们来看一下吧 这料子呢 是一个墨西沙的 咱们看一下 有300多克 压光可以看得到 他的荧光超好 白底透彻的这种 就荧光啊 芳蓝的地方呢 就有兰花 这料子360度59 基本上都是比较透彻的 白雾也比较好 咱们就开出来看一下吧 你们肯定会问 这料子呢 多少 咱们开出来 再告诉你们 这批料子呢 全部切出来了 整一个不变种 而且呢 撒满了兰花呀 打这一块可以看得到 它的种子有多高 漂亮的兰花 有多漂亮 画的是相当的可以啊 每一件兰花都很漂亮 看到吧 而且这个冰杆 都是冰冰透透的 这一个呢 画了个叶子 可以看得到 总是相当的可以 说到这里 肯定有很多人 想知道这个料子 买的是什么价格 我只能说呢 这一件货就够了 这一件货就抵那个料子了 咱们看一下吧 打灯 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兰花 包括画的有多好 很漂亮 可以看得到 这么大的一件 每一件都是 冰冰透透的 可以看得到 所以有时候 你问我有那种料子吗 我说没有 那就是要等 不是来说呢 随便我就能 逃到性价比的东西 其实是要等 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